正午时分 洪荒五不周上空 南天门处 阳光洒落在云海之上 此地已是重咬飞绝 但云书云卷自称奇景 威风徜徉自有妙韵 一道金光自西北方向急射而来 远观就如破云之剑 几乎转眼就抵达南天门前百里 将乾坤丢在了身后 金光瞬间西纸 化作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傲然立在南天门百里之外 看此先 见眉狭眼阴勾鼻 目有狂电心傲然 一身大金斗篷 凸显凤族之风 头戴金珠大玉冠 脚踏金纹白赤靴 对着南天门冷冷一笑 过于尖锐的下巴略微扬起 已可用两只鼻孔目视前方 颤抖吧 天 哈 哈欠 南天门处 有个守门的天将 经不住打了个哈欠 伸了伸懒腰 百里外 来鸟眉头一皱 姑且开始打亮南天门的情形 不太对劲 南天门为何没有增派守卫 为何都是些天仙 针线的兵将 在此地把守 莫非 天亭并未听到他放出去的消息 也不对 那水神与东木工相谈的话语流传在各处方间 明显知道他金翅大鹏鸟要来此地 偷袭弱者 本就有辱凤族之尊严 南天门这般情形 果然有诈 但 武时已到 他已现身 焉有不入此地之理 金翅大鹏鸟 轻哼一声 一甩斗篷 身影就要冲向南天门 他要当着这些天兵天将的面 光明正大飞入天门之中 又要展露自己的急速 让他们毫无应对之法 大鹏斩翅 金翅大鹏鸟身影化作一道金线 朝天门急冲而去 不过一瞬 这鹏鸟已冲过九十里 即将冲入天门 又听一声 剑鸣在天门上方响起 金翅大鹏鸟的身影 朝着左侧门管 整个过程发生在瞬息之间 让守门的天兵天将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甚至 某神躲在暗处的普通指导人 只能勉强捕捉到模糊残疑 嗡 南天门上 斩妖剑 占出道道紫色光芒 一道剑芒如匹链 对金翅大鹏的身影 远远斩落 可惜 这剑光虽已无比迅疾 却比金翅大鹏鸟 此时的速度慢了三分 眼看就要被金翅大鹏鸟 轻松闪过 金翅大鹏 甚至还扭头看了眼 嘴角露出少许讥讽的笑意 所谓天地之剑不过如此 它此时尚未露出本体 不过是人形欲空 这剑光追都追不上 如何震 守 天 金翅大鹏鸟猛然一惊 低头看向下方 却见自己不知何时 已冲入了一座结界 浓郁的天道之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下方那连绵百里的阴云 呈现出阴阳太极的图案 乾坤若囚龙 此刻竟在挤压金翅大鹏鸟的道区 正此时 那道斩妖剑打出的剑芒 击射而来 贴着金翅大鹏鸟 脸颊堪堪划过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下方 以及南天门处 无比浓郁的天道之力 渐渐消退 金翅大鹏却站在原地 感受着刚刚那一瞬 自己几乎遭受重创 带来的惊悚感 与无力感 这 金翅大鹏鸟 深深吸了口气 凝神盯着南天门 怎么办 自己狠话 都放出去了 难不成天门都进不去 就杀鱼而归 他凤族的名望 岂非要直接扫地 他金翅大鹏 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远远望去 白玉漆成的南天门 耸立于云端 而在南天门上方悬挂的 三把神剑 恢复成了原本 朴实乌华的状态 这大鹏鸟 陷入了莫大的纠结 而他所不知的是 就在南天门之内 一处云海中 凭先天至宝太极图 遮掩自身的 李长寿与秦天柱 正在那一阵 发笑 长庚你 这也未免太抬举他了 直接用上了先天至宝 陛下切莫这般想 金翅大鹏 好歹也是使奉之子 就当是给使奉一些尊重 李长寿笑道 小神在南天门附近 放了数百颗流影球 依上古妖亭周天 星斗大阵布置 就为了吻这一手 有刚刚这般画面 天庭威严就不会受影响 咱们今日要教训这家伙 顺便试试 能否收服了他 让他的急速为天庭所用 若他太过桀骜不驯 最后还逃了出去 咱们也不至于受损 翻车 不存在的 晴天柱竖了大拇指 又问 他若恼怒起来 杀咱们冰江 又如何是好 李长寿道 陛下放心 小神会随时出手 小神去老师那 求来太极图 就是为了防他 气急败坏捣乱 善 晴天柱满意地点点头 眼前一亮 来了来了 那家伙又要来了 南天门外 金翅大棚保持着人形 几乎只是两个起伏 斗棚晃动间 重新回到了天门之外 百里处 他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目中满是斗意 死死盯着天门上方的三把神剑 拼了 只要飞得够快 神剑就追不上我 他矜持大鹏 打出声 就没受过这般委屈 笔集速 今天就是让昆鹏来也不行 神通 凤 等会儿 这些天兵天将 又在作甚 换班的 怎么还不来 有位守门的中年天将抱怨一声 他话音落下 南天门之内 刚好飞来到道身影 迅速接替了防守之位 有名新来的天将朗声道 水神大人有令 请三尊神剑去水神府 做个剑身修复保养 劳烦你们护送过去 言说中 这新来的天将 对南天门上的三把神剑 深深一败 秦天柱暗中挥动手指 三把神剑缓缓落下 被几名天将 一对天兵护送离开 精致大鹏 他抵达南天门不过片刻 第二次陷入了愣神 此时就是 他及时多年魔力出的心神 有点支撑不了 此时思考所需的心力 天庭在自毁城墙 不对 这是水神在对他挑衅 水神摆明是在羞辱他 当他敌不过天道之力 精致大鹏额头 蹦出十字巾 攥着全响一走了之 但转念一想 此时退走 自己的名声岂非一败涂地 他凤族岂不是要成为 天地间的笑话 好一个水神 竟然让他进退不能 精致大鹏双目一眯 瞬间多响了几层 水神料定了 他会为凤族的尊严 不顾一切 定然是在里面 设下了天罗地网 等待他冲上门 前方哪怕刀山火海 他精致大鹏 今日闯定了 哈 哈 精致大鹏鸟突然大笑 站在云头上 隔着百里 注视着南天门 声传万里 水神 哪怕你神通滔天 哪怕你一手遮天 哪怕频道不是你的对手 但今日 频道接受你的约战 这天门 我精致大鹏闯定了 看频道抵达广汉宫前 你是否能拦我 刷 精致大鹏身影前窜 竟化作了一条金线 瞬间穿入南天门处 消失在云间 把守南天门的仲天兵天将 还在朝着天门外各处眺望 寻找着刚才嗓音的来源 那道金线 已快到他们先时 都无法捕捉到半点残影 若不认乾坤挪移之法 精致大鹏不愧急速之称 就是 就是 秦天柱嘀咕道 他当才莫非已经对你认怂了 又要打肿脸冲胖子 抱着必死之心冲进来的 李长寿抬手柔柔眉心 当年凤族输得不愿 是啊 秦天柱则了声 输得不愿 陛下 我先转去其他化身处了 要时刻盯着这家伙 免得他真的伤人 去吧去吧 秦天柱笑着摇摇头 手指轻轻一挥 三把神剑归于南天门上方 继续高悬 此刻 李长寿的心神 在一句句指导人处挪移 稳稳追踪着金翅大鹏鸟的身影 金翅大鹏冲入天庭后 全神警惕 刻意保留了三分急速 做应急转向逃命之用 但他飞入天庭不久 又是一愣 各处祥和 无半点冰镇 此时天庭虽已经不算荒芜 但还有大片大片的云海 十分空旷 金翅大鹏鸟仙石 扩散开来 能见远处楼阁中 仙子起舞 能见一处处云头 众天兵操演战阵 能见三两仙神聚在 闲庭饮酒做歌 顺便 金翅大鹏的仙石 感受到了几股惊人的威压 分布于三个方向 那自是都率弓 灵霄宝殿 瑶池的方位 看来 只能走这边了 金翅大鹏 暗自嘀咕一句 心里却是有数得很 不敢朝这三个方向凑 他是来借天庭扬名立万 奚落水神 给西方地头名状的 可不是来找死的 最强圣人的化身 如何能招惹 玉帝和王母 本就是天庭主宰 在天庭中 可随意调用天道之力 他刚刚已是领教了 那盏妖神剑的厉害 脸颊此时还在疼痛 自是不敢凑向前 金翅大鹏鸟 微微一笑 只要今日能抵达广寒宫 见到那横额仙子 也不必对他过分轻薄 搂住他腰枝落下一吻 然后潇洒离去 三界浪祖微无缝 金翅大鹏传音令 突听一缕传声 这位将军傻笑什么呢 飞这么快急着去做肾 正急速飞驰的金翅大鹏 瞬间停下身形 浑身若炸毛般 寻着船声飘来的方向看去 却见前方云海中 有一座荒芜的仙山 就在山顶 有个头顶鸡脚 鼻带钢环的灰袍壮汉 坐在火架前 烤着两串鸡翅膀 身边摆着一只酒壶 高手 金翅大鹏鸟立刻感知到了 这头牛腰带给自己的压力 尤其是这牛腰的鼻环 让金翅大鹏鸟的灵爵狂跳 青牛纳闷道 这位将军 这是怎么了 莫非此地不让烧烤 阁下是 天庭的闲杂人员 青牛白白手 按此前备过的剧本 爽朗地笑着 将军如何称呼 金翅大鹏鸟刚要自爆家门 又略微一犹豫 言道 你不必知道 广寒宫在何处 广寒宫啊 你往这边飞 一直飞 飞到六重天跟七重天的路口 就能找到一个路牌 上面标注着广寒宫的方向 青牛黑黑一笑 咋地 去看恒鹅呀 别乱想 恒鹅很难见的 偷偷看一眼那些嫦娥们 就算有福气咯 哼 金翅大鹏鸟冷冷一哼 对着青牛拱拱手 言道 不曾想 像前辈这般妖族大能 也投靠了天庭 说完 身形化作一团金光 在天边拉出了一条浅浅的金线 避开这青牛 急急飞远 青牛骂道 你这将军 怎么还骂牛呢 你他娘的 才是妖族 金翅大鹏鸟 听着渐渐被落在身后的骂声 嘴角微微一瞥 把这当成了那牛腰 最后一点遮羞布 不对 好像太上老君的坐骑 也是牛 心底刚犯起这般想法 金翅大鹏鸟身形再次顿住 他已是在两重天交汇的云层中 见到了那悬浮的路牌 这路牌 有两个木制的箭头 都是斜向上 一个指向西北 一个指向东北 指向西北的木牌 标注着一行字 通往太阴星 指向东北的木牌 则标注着 通往天伐殿 金翅大鹏鸟 见眉一昼 顿时发现 问题并不简单 好厉害的水神 竟在此地 用祸心之法 金翅大鹏鸟 又一次露出微笑 想起了自己来时 众西方交圣人弟子 所叮嘱的话语 什么水神奸诈无比 定要小心 水神专算对手之心 不要多想 一路忙过去 都是废话 若是普通鸟到的此地 定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走通往此地标注的天伐殿方向 若是聪明一点的鸟到的此地 就反其反其道而行之 就按木牌指引的方向前行 但他 使奉之子 三界急速第一 洪荒一种金翅大鹏 如何会上这般档 这木牌 纹路上新 墨迹未干 其上还残留着一缕淡淡的太清 大道道玉 定是水神此前刚刚立下 答案只有一个 真正的路径只有一条 金翅大鹏鸟 抬头看向了 两只路标的夹角中间线 嘴角冷冷一笑 身形刷的一声前冲 将路牌直接撞碎 这才是通往太阴心的 碰 千里之外 云海翻腾 金翅大鹏飞得太快 以至于反应不过来 突然被一团云雾阻拦 就撞了上去 被天道之力反震 低头喷了口血 前方云雾 被这股横向冲击力吹散 显露出了 其后半透明的浅金色壁垒 天庭边缘的壁垒大震 凤族粗化 金翅大鹏 扭头朝着各处看了几眼 鼻翼颤动了几下 灰溜溜地飞回木牌 原本所在之地 他思索许久 先时探查许久 最后还是 朝刚才路牌标注的 太阴心方向而去 灵霄宝殿 正中摆放的大铜镜 将此前这一幕 展示给了各位仙神 也不知哪位没忍住 扑斥笑了声 整个大殿顿时 充满了愉快的气息 李长寿的一句指导人 正立在此地 此刻闭目养神 也露出浅浅的笑意 片刻后 有诈 必然有诈 不知不觉 金翅大鹏的警惕性 被拉到了最高 这一路他近乎毫无阻碍 此刻竟已从第八重天的边缘 摸到了太阴心附近 已是能直接望到 在天幕上运转的大星 但金翅大鹏此刻 却有些犹豫不前 为何天庭没有半点防备 为何这一路 颇多诡谴之处 甚至还有路牌 为他引路 为何水神 要故意撤走那三把神剑 很简单 水神是要在自己 麻痹大意时 出手对付自己 在自己接近成功的前一瞬 心神放松时 暴起发难 水神所有的算计 都在这太阴心上 不 也不对 若让自己闯到太阴心 水神就已算是输了一半 水神精于算计 很可能是在太阴心之前设服 如此 频道只要从后方绕路 从太阴心背面 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去 那岂非 金翅大鹏鸟 露出淡淡的 自信的微笑 背后献出两只虚淡的双翼 脚尖轻点 带出一声压抑的音爆 极快地穿梭于天幕之中 绕去了太阴心背面 太阴心背面 是整片浅白色的沙海 在这沙海中 点缀着一处浅绿色的丛林 金翅大鹏鸟 感受到了乾坤出现的异常波动 此地或许存在着 某种厉害的大阵 他不敢大意 缓缓落在沙海边缘 想朝正面飞去 却发现各处乾坤都被封锁 太阴心正面与背面 隔着一层无形之墙 且有一股颇为危险的气息 流转其上 唯有那片丛林 金翅大鹏鸟思索片刻 身形保持着虚淡 摸到了这丛林附近 定睛一看 看到了一面石碑 此地并没有直通广寒宫的暗道 这可笑的陷阱 傻子才上当 但金翅大鹏鸟 犹豫了 他心底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思考 藏在沙海中许久无言 不知从刚才哪个瞬间开始 去广寒宫已经成了执念 哪怕只要触碰到横楼的小手 自己这次就不算输给了水神 凤族 神火不息 金翅大鹏的鼻翼 再次颤动了几下 脚下脉步 大踏步进入此处丛林 但出乎金翅大鹏鸟所料的却是 此地还真有暗道 而且暗道中 蕴含着淡淡的水源之力 前方甚至还有缩地成寸的阵法 一步迈出 就可走出数百里 小心翼翼 一步三茬 金翅大鹏鸟 缓缓飞到了路的终点 莫名变成了头下脚上 已到了太阴心的另一面 他调转身形 抬头看去 发现自己此时 似乎处在一口枯井中 外面 应该就是重重包围了 但只有闯过去 他金翅大鹏鸟 才能真正地扬名洪荒 冲 凤族密法 准备救 嗯 井上 金翅大鹏鸟停下身形 愣愣地站在三丈高的半空 五蟹鸽台 趋近通幽 头顶是天盖一般的巨大树冠 周遭没有潜伏半个兵位 各处没有任何机关算计 反倒是四面围墙之外 有一座坚固的大阵 灵珠子乖乖 把门开 悦耳的哼唱声 自侧旁传来 金翅大鹏鸟 扭头看向了声音来源 却见一名可爱灵修的少女 背着一筐胡萝卜 从菜园一蹦一跳而来 少女头一歪 发现了在半空站着的金翅大鹏鸟 先是愣了一瞬 而后就是小脸苍白 尖叫一声 主人 有男人闯进来了 主人 闭嘴 金翅大鹏出声大鹤 身形刷的一声飞了出去 抬手就要将少女劫持 正此时 一声冷哼 突然在金翅大鹏耳旁炸响 金翅大鹏鸟灵绝狂跳 浑身寒毛植树 自身速度骤降 周遭乾坤挤压而来 他宛若冲入了一片泥泞之地 太极图暗中显微 金翅大鹏此刻指到 自己被旁人的神通锁住 骇然扭头 一袭白影闪过 一名风华绝代的仙子 已站在那少女身前 绝美的面容满是酷寒 双目闪耀出青蓝色的光芒 高手 金翅大鹏立刻就要献出本体 但那仙子出手着实太快 两只仙手迅速结过九字印 用的是上古人族战法 金翅大鹏此刻清晰地感觉到 岁月大道 被这女子引动了一丝 哪怕只有一丝 足以让金翅大鹏 心底掀起惊涛骇浪 而金翅大鹏这一瞬 急速完全被破 前冲的速度如蜗牛 甚至本体都显不出 仙子长发飘舞 面无表情地左掌前推 掌心绽放九只青白色的光圈 将金翅大鹏 近乎凝固的身形困腹 震 金翅大鹏眼前发黑 元神被禁锢 道区被锁死 原本已经出现在深周的金鹏虚影 被那九道青色光圈硬生生勒散 仙子袖手一扬 袖袍摆动 被捆成了粽子的金翅大鹏鸟 飞过高墙 飞过自动打开一条缝隙的大阵 在浅草地上翻滚几周 一只大斧从侧旁而来 夫人贴着金翅大鹏的耳边滑过 展落了他一缕缕长发 插在草地中 金翅大鹏到心轻颤 又感觉到了一股高手的威压 且对方毫无保留地 对自己展露着杀意 鹏鸟的视线边缘 一名浑身肌肉骨胀的壮汉 脉步而来 双目充斥着血光 这壮汉沉声问 殿下 寡了还是燃了 墙内传了一声冷冷的回答 煲汤 金翅大鹏不知是被吓的 还是被气的 直接昏了过去 灵霄宝殿中 看着大同镜中这一幕的众仙神 天将此刻进阶失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